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这个《不倒涌》频道 今天是2023年10月30日第1038集B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汇丰银行你要顶住啊 对上一集我们就说内银股有多惨 不过现在才刚刚开始 我们今天香港也有一个重要的数据 就是汇丰银行公布它第三季度的业绩 这个对香港人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 你都知道汇丰银行令到多少投资者是伤心落泪的 最近的成绩开始慢慢好 好了 事不宜迟了 我们马上看看汇丰银行的情况 汇丰银行公布了第三季的业绩 在季内随税前的利润就升了139% 去到77亿1400万美元 但是就低于摩根士丹利和中金的预料 因为他们原本想着汇丰银行就应该可以大概赚到83亿至87亿左右 不过今次出来的成绩呢 出来的成绩呢 就大概是77亿 那也是低了一点 那就随便了 没所谓 因为你预期的东西 你可以预期高一点的嘛 对不对 每股的基本盈利就有29尾线 那派发股息了 今次派发股息和过往一样派10尾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笑头 同时间汇丰银行也宣布 是会进一步回购股份 而且今次还要加码 加码到30亿美元去回购这些股份 比市场的预期20亿元还要多 不过我想问的就是 这30亿美元是想在同一段的时段里面完成 只可以摊长一点 如果摊长一点的话 那可能对股价帮助就没那么大 但如果在指定的时间之内 是以前用20亿 现在用30亿美元的话 那可能刺激作用就会高一点 好了 汇丰银行的收入就增加了40% 去到162亿美元 那就可以赚到77亿美元 那算不错了 那为什么会增加那么好呢 我们之前有说过的 其实在这个加息的环境支持之下 你都知道汇丰银行借了很多钱出去 这一批的顾客 他们要交利息的 现在利息上升的话 他们是不是要交多一点 所以就令到汇丰银行在这个加息的环境之下 他们的利息收入就当然多了 好了 另一方面 非利息的收入也有增加 那就是说他两大业务都做得挺好 那 正利息收入的收益率就大概1.7% 就升了一点 不算是特别多的 不过 他说在这个信贷的损失 和其他的信贷减值方面 就准备了11亿美元 那稍后我会再跟大家说多一点 很少 因为当中的11亿里面 有5亿美元 就是来自这个内地商业的物业行业里面有关的 那就是他在大陆做生意都出事了 那5亿 那5亿算不算多呢 那又不算 特别多的 好了 汇丰银行听完这个派息之后 我打算他的股价可能会支持得住 那其实他收市的时候还差了一点 那今天接近跌了1.5% 现在只剩57.2% 那稍后我们再说一说他其他的成份 只不过现在57.2% 就最近都跌得比较厉害 所以就比较不太舒服 我相信有很多小股东 看到他们最近股价明明是六十几元的嘛 无端端都跌回来 搞什么呀 不过 梅峰应该恢复回所有原来的派息政策 那所以 今年来 你们股东 虽然股价可能没有那么帅子 但是应该值得开心的 就是因为他恢复回每个季度都派息了 而且派息应该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了 因为他的盈利都已经是比以前 就是比疫情的期间就好了很多的了 所以这一件事是不是应该大家值得开心呢 起码都收多点钱回来先啦 现在汇丰银行市面上的人都说 哎呀那个业绩是顺于预期 不过我觉得真的没什么所谓 在前景方面 汇丰说保持有多项的财务指标 是希望是达成的 那这里有这么多项 我就不说了 逐样 不过就有一两样是希望大家拿出来看一看的 第一就是这个2023年的淨利息的收益 就可以达到350亿美元以上 那当然要看一下 如果这个美国的加息状况是持续的 或者减息的部分是减慢的话 那就不单止2023年有运行 2024年都有运行 不过大家要记住 既然加息可以令到汇丰银行赚多些的话 如果将来减息的话 那你也要预备 汇丰银行的收益方面 也可能会同时间的减少 所以大家要做一个对比才行 第二就是他说 在2023年就是今年 以及2024年 派息比率维持在50% 那就是赚多少呢? 一半拿出来派 一半就继续留在公司里 是继续发展的 那这个信息够不够清楚呢? 我相信也应该够清楚的了 最重要就是看看 上年2022年派了多少股息 上年派的股息大概 如果用美元计算 就是63.478.000.000 当然上年就只是派两个股息 不过今年就有四次股息 如果有四次股息的话 应该那个股息可以回到2019年 或者2018年的水平 就是说全年会拿超过100亿美元 是出来派息给股东的 那么2019年呢 他就大概拿103亿至104亿美元出来派息 那么如果要回到当时的水平的话 似乎呢 就会不会难度高呢? 现在看上去应该就难度不高的了 因为上半年都做得好 那么下半年的第三季度都做得好 只要这个第四季呢 千万不要有什么东瓜豆腐发生的话 平平安安 所以股东方面呢 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的 所以股东方面呢 都可以收到息 你都知道啦 梅峰有很多老股客的嘛 那他们呢 都是喜欢收息的 你只要有息给他们的话 他们就很开心的啦 其实呢 梅峰今次公布的业绩呢 我个人来看呢 就满意的 不过呢 都要看一下呢 他们这些管理层呢 因为他们收集的资料比较多嘛 那都希望他们讲一讲呢 到底内地的情况是怎样的 汇峰银行他就之前提过啦 就是他今年那个信贷的减值的撥备呢 就有11亿元嘛 那11亿美元当中呢 有5亿元呢 是来自这个内地商业房地产行业有关的 好了 汇峰的CEO他这么说的 他说近期呢 内地呢 就宣布一些的政策啦 那实施了之后呢 就是令人鼓舞的啦 但是这些政策呢 是需要有些时间呢 才能够起到作用的 那么他认为呢 目前现在的市场呢 是正处于一个底部 就是说比较低迷的情况 但是相信呢 只要长一点的时间 他们呢 就自然能够恢复过来的啦 那未来呢 他预计啊 未来这12个月里面呢 都不会有重大的情况发生的啦 那没有重大情况发生的话 包不包括了这个 碧桂园和这个恒大呢 因为这两家公司呢 陆陆续续都已经是违约的了 那么违约的情况呢 越来越严重 还有说这两家呢 是代表者来的嘛 但是呢 其他那些呢 不是借钱不是借得少的 所以如果陆陆续续爆的话呢 对汇峰银行影响有多大呢 可能 汇峰在中国里面呢 那个业务呢 伸着手呢 没那么入 所以呢 他就觉得呢 没那么危险 那就算是买东西的 都应该是耐银股买东西多些啦 就未必是累到他的 好了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记不记得呢 早前呢 汇峰银行说要出售这个 加拿大的业务 和这个法国的零售业务呢 那 加拿大业务方面呢 听说呢 受到一些的阻滞 因为有些人不赞成呢 汇峰呢 是卖出这个加拿大的业务 不过 汇峰呢 继续在这个业绩会上面呢 就继续说了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 一切原定计划进行的话 明年首季呢 就能够完成出售这个加拿大业务 那么汇峰呢 出售就出售 有什么这么大件事呢 不是啊 听完啊 有好消息公布的 因为呢 出售加拿大业务之后的收益呢 会拿来派发特别股息的 那派发多少股息呢 大概呢 用美元来计呢 就是21美仙的 21美仙呢 其实不少的了 等同第四季 就是过往啊 第四季度的那些派息的大部分的了 所以 但是这个记住是特别股息哦 所以呢 如果是2024年的话呢 那其实呢 会比2023年今年的股息呢 就会多了一次的特别股息 如果啊 记住 是这个加拿大的业务 是真的顺利卖得出的话 那就会这样咯 那如果到时卖得出去之后 拿回来的钱呢 他说会继续呢 审视一下怎么样去做一个投资的组合 令到汇峰银行呢 将来可以继续赚得更加多钱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当然尴尬了 这陈呢 我亦都听到一些声音呢 又开始埋怨呢 这个汇峰银行的股价呢 又不争气了 又跌下来了 那如果我们看回这幅图的话呢 就是由2020年去到现在了 也有1 2 3 4 4 4年 那在这4年里面呢 你会看到呢 其实最近汇峰银行的股价呢 真的不差的 在这4年里面 慢慢的已经升上高位 那当然啦 由最高位跌下来的时候呢 当然很多人都是不舒服的 那 譬如呢 最近的高位呢 就应该是徘徊在这个65元的水平啦 那65元跌到现在57元 或者57.2啦 其实跌幅呢 大约是12%左右 那就是不见了1乘2啦 那你都知道啦 有很多人呢 都拿着重货的嘛 就是汇峰银行呢 真是重手的 那你知道 汇峰银行不见 跌1元的话呢 他们都很伤的嘛 所以他们有点埋怨呢 我是可以理解的 那但是你看到 现在第三季那个业绩呢 都做得不错啦 兼且 刚才就说了 他会派发三 他会派发三 三十亿美元呢 来回购股份嘛 那不过 大家有没有计过这条数呢 经常都听到三十亿美元 那你知不知道 三十亿美元 究竟可以买到 多少的股票回来呢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这三十亿美元 真的动用了呢 在市场上 用今天这个价钱的话呢 大约可以买 可以买入 是超过四点一亿 四点一亿股的汇峰股份 那当然 如果这四点一亿股的话呢 是在这个香港市场买入的话呢 那对香港的股价就有帮助啦 不过他是两地去买的 香港买点 那边买点 那会不会是偏买一边买 会不会好些呢 我不知道 但是理论上呢 香港和英国那边应该相通的嘛 如果香港股价升 没理由那边不升的 所以这个呢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你想想 你当是四亿了 四亿股的话 市场上没有了这一批股份的话 对将来 这个汇丰银行的股价 会不会有帮助呢 如果有帮助的话 会不会升上六十五元呢 甚至会不会见到七十元呢 这个不是乐观的估计啊 你们大家自己计算一下 我呢 就已经不是汇丰银行的小股东之一了 所以就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小股东的话 其实你应该自己可以计算一下 市场上没有了四亿股的话 到底会令到我们这个汇丰银行的股价呢 会跳升到什么水平呢 自己不妨计算一下 下来我们这一条片的尾声的部分 那汇丰银行呢 我刚才说匆匆忙忙就只说它的股价 今天跌了大概1.5% 就在做这个57.2 其实如果我们再看真一点 这个汇丰银行呢 它的市盈率大概是9.7倍 你当它是10倍算吧 那么那个收益率呢 今年不同了 4.36%应该是少了的了 因为今年呢 派发的股息呢 比往年呢 都是要多的 所以呢 今年来呢 应该会很好看的 我相信应该有大概5.5% 甚至6%呢 都不出奇的 那么明年呢 如果加拿大的业务都卖得好的话 又有特别股息派的话呢 可以去到6.57%都可以的哦 那么当然 大前提当然是叫它那个股价不要再跌了 如果股价跌的话呢 对一些未入 未买入这个汇丰银行股票的话呢 可能有着数哦 因为呢 他们那个股息回报率呢 可能会更加吸引 不过呢 你要知道了 汇丰银行呢 它是在这个疫情呢 之后呢 才能回到新的 那么现在呢 刚好呢 就叫它业绩呢 慢慢呢 恢复回到这个正常的水平 那么但是呢 不是说做得特别好啊 因为现在世界困难了嘛 不论在香港也好 在内地也好 在亚洲区也好 在亚洲区也好 在欧洲啊 美洲啊 甚至整个世界呢 现在都粒粒乱的嘛 那不知可以熬得几时的 也都不知它的业绩呢 可以好得多久的 你只能够呢 就是相信这个的 汇丰的团队呢 是真的帮到你手了 但是 值不值钱呢 或者是这间公司 值不值得继续持有呢 那就见仁见智了 因为呢 有很多银行呢 不是就是汇丰银行的 那我今天呢 就想介绍两间 美国的银行公司呢 就给大家不妨参考一下 到底买汇丰好啊 还是呢 试一试 看一看这两间公司 有没有前途先 那第一间要介绍的呢 就是高盛啦 那当然 高盛呢 给人的感觉 就可能是 一些比较是投资银行的 哈 但是呢 你看到呢 它的股价呢 创了52周新低哦 这个呢 就是我最想提醒大家的 因为呢 真的看着它300多元呢 一路滚滚滚滚滚 滚到内呢 连300元都串了 那现在呢 就在做280多元了 那不用急的 这间公司呢 随时随地呢 因为那个 股市啊 美国股市 可能未必好的话呢 分分钟呢 会跌得再深一点的 那么 大家不妨考虑一下吧 那它呢 市盈率呢 就和汇丰银行差不多 大概9.5倍 但是呢 收益率呢 就比汇丰差一点啦 只有3.1% 所以呢 这间公司 值不值得考虑呢 但是呢 这间公司如果股价 彈起上来的话呢 相信那个弹跳力呢 应该会比汇丰银行呢 好一点的 汇丰也有名给你叫啦 叫大笨象嘛 跳来跳来也未必跳得起的嘛 不过有时可能会突出一点 另一间公司呢 想介绍的呢 就是这个摩根斯丹利了 那么它也都呢 同时间地呢 也都创了52周的新低 现在呢 都是70元左右而已 其实我早前见到它呢 是80多90元的 你看到它一路滑下来的时候呢 我都在想着 咦 到底这两间公司 或者美国的整个银行业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这两间都不是小公司来的嘛 那这两间不是小银行 竟然呢 都可以跌到下去 创了52周新低的话呢 是不是应该值得要去研究一下 不要说投资 怎么都要研究一下到底它的死因在哪里嘛 它现在的市盈率呢 大概是11.3倍啦 比汇丰呢 就是高了一点 但是呢 收益率呢 就跟汇丰差不多 所以呢 这两间公司都是鼎鼎大名的嘛 我们在香港经常听到这两间公司的啦 那么他们赚钱能力 会不会比汇丰银行差呢 将来会不会那个股价的弹跳力 会比汇丰银行好呢 不知道 不过呢 有两个选择给大家呢 不妨考虑一下 好了 因为呢 今晚呢 我们又要来炒美股了喔 所以呢 大家不妨呢 吃个饭 充满个娘 到时呢 就慢慢来看一下美股呢 怎样炒上炒下啦 好了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为止啦 多谢大家花时间看我这条片啦 感激感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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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